臺國邦特前副總理 我們紐西蘭彼得斯前副總理兼外長 泰國邦特前副總理 還有來自亞洲 北美洲及歐洲的貴賓 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蕭新煌董事長 我們李大維秘書長 吳昭謝部長 以及各位同仁 大家早安 歡迎大家來到總統府 玉山論壇是臺灣和國際以及新南向國家多元對話的重要平台 今年我們很榮幸邀請來自不同國家不同領域的貴賓共襄盛舉 尤其現在全球進入後疫情階段 臺灣也即將在下週四 進行邊境解封 此時此刻 今年玉山論壇以振興再定位與重啟連結為主題 針對印太國家經貿整合 公共衛生以及區域安全等領域進行深度的意見交流 我們希望透過今年的論壇跟民主夥伴 共同研議規劃未來發展的方向進一步促成更多的合作 過去這幾年來全球受到疫情的影響 國際情勢也出現很多重大的變化 藉著這個機會 我們要謝謝各位貴賓長期關注台和和平穩定 也在國際領域支持臺灣的參與為我們發聲 臺灣位處在民主防線的最前緣 我們有能力也有意願和世界各國分享經驗 也期待和更多的民主夥伴一起打造出具有任性的民主同盟陣線 未來臺灣會繼續努力在既有良好的基礎上和在座的各位 以及理念相近的國家加強合作 一起為印太區域的和平穩定 以及確保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更盡一份心力 最後我要再次歡迎大家的到來 祝福各位行程圓滿順利 來自古文章 請大家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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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ару